这里是老街森鱼,我是主播阿布,今天给大家分享电影《吸血女郎》。 史黛西和她的室友是一对闺蜜,但她们可不是一般的闺蜜,而是一对吸血鬼闺蜜,拥有长生不老和飞檐走壁的能力。 白天她们在棺材里睡觉,晚上才是她们的主场,而捕鼠则是她们的工作。 不只是因为这个工作合适晚上进行,更因为这是她们的食物来源。 但吸血鬼并不是无拘无束的,她们有自己的女王,面对她的命令,两人得随叫随到。 不过除了这一点,这对闺蜜的日子还是有滋有味的。 史黛西对自己的大学桶桌乔一产生了好感,而让乔一也对她产生了兴趣。 多年没有感受过恋爱的史黛西决定疯狂一回。 另一边,她的室友还碰见了自己几十年前的恋人。 为了掩饰自己青春永珠的秘密,她只能说自己是她救恋人的女儿,总算是谋轰过关。 不过,这却无形中在室友的心中留下了一道痕迹。 史黛西和乔一发展迅速,两人不久就见了家长。 戏剧化的事情发生了,乔一爸妈竟然都是吸血鬼猎人。 这可把史黛西吓得,溜的时候恨不得长一双翅膀。 乔一的爸妈也察觉到了异样,他们与乔一有了争执, 认为她不应该和吸血鬼走得过境。 当然,热恋中的人儿是不会被这种事情伴住脚步的。 乔一的父亲认为史黛西白得像吸血鬼,那把自己涂黑不就得了? 于是,史黛西把自己涂得像黑炭一样,去见了乔一的家长。 好歹,她最终还是谋轰过关了。 而她的室友呢?和老情人旧情复燃, 她假借回应母亲生前点滴的借口和老情人见面, 最终还把自己吸血鬼的身份告诉了她。 老情人在一阵思想斗争后接受了她, 但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感觉, 因为她的心早就给了病危的现任妻子。 吸血鬼遇到阳光会化为灰烬, 在一次优惠中,史黛西不小心忘记了时间, 匆忙离开之下忘了要掩饰身份, 这可把乔一吓得不轻。 之后见到史黛西就要躲, 但她的坦诚还是打动了乔一, 再加上史黛西不喝人血, 而且还怀孕了, 于是两人就这么和好如初。 可女王这边变得越来越过分, 疯狂杀人不说, 而且还不愿意史黛西生下她的孩子。 就此, 他们和乔姨爸妈结成联盟, 一举对抗女王, 决战一触即发。 女王还是很强的, 她变成骷髅都能继续战斗。 当然, 众人最后还是战胜了女王, 将她封印了起来, 但随着女王的逝去, 史黛西和室友变成了普通人, 回到了应有的年龄。 她很幸运, 只是老了十几岁, 但室友比她多活了三百多岁, 就这么一瞬间变成了垂垂老太。 室友也释然了, 她终于能够在永生的炼狱中解脱。 几人带她到时代广场, 室友的眼前开始出现走马灯, 曾经经历的时光, 年代再次浮现, 她甚至还看到了自己曾经的丈夫, 还有当年生下的一对儿女, 就这样, 她在自己的回忆中化为尘土。 人的一生不在常, 而在于有没有值得回味的过往。 如果这一生有过, 哪怕只有一次的刻骨铭心, 那这漫漫人生, 就不算白走一刀。 好了,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, 如果喜欢本期节目, 不妨多多点赞或是留言哦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